明州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楊錦華 其實拍雜誌常常都會遇到很多很漂亮的衣服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衣服 讓我感覺到整個人要更提升起來當一個女人 因為今天所有的衣服裡面都是很女人的剪裁 從第一套到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套 你們看到我穿坐姿就知道要非常的像女生一樣 那我自己還蠻喜歡的有一個就是 其實一直來他就是在做定制服的 然後這一次剛剛有穿到一個像花苞的一樣的一個連身裙 然後因為我在穿起來的時候我自己本身就比較喜歡連身裙 然後在這個地方有做一個比較 一個表現出女人最性感的地方 就是脖子跟肩膀這個地方 那他的這個剪裁更可以凸顯女人這個地方的漂亮跟性感 那那一件衣服其實除了在這個剪裁方面之外 他的一個花苞 其實穿起來的時候不會覺得很成熟 但是會讓你覺得非常的年輕 然後也有活力但又不是女人味 珠寶真的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每一次我們在拍雜誌的時候 都會有絮絮多多漂亮的珠寶 那可能很多人都會以為說 啊你會不會看膩啦或者是什麼 其實珠寶對女人來講一點都不會看膩 就像衣服一樣衣服永遠覺得衣櫃裡面少一件 但珠寶呢我覺得不能永遠衣櫃裡少一件 我覺得就是要量力然後去選擇適合你的珠寶 那我自己如果要珠寶的話 我可能自己有買一些鑽石的東西 然後自己可以負擔的價錢的鑽石的克拉樹 然後來因為我喜歡簡單 那我平常自己穿衣服的風格也比較 比較中心簡單一點 所以簡單的珠寶對我來講比較適合 那最近剛拍完張氏導演 然後他導的一部電影叫做活路 那因為這部電影我們每一個人都用了非常大的心思 跟用心在這裡面 然後我們甚至在電影開拍之前 我們就做了很足夠的前置作業 然後不管是演員所有的幕後工作人 都一起上下大家上上下下動起來 這個角色她是一個偵探 就是一個女偵探 但是這個偵探不是政府立案的 是她自己私底下 那可能在偵探的過程當中 她需要爭一個partner 然後這個partner可能就是在這過程當中 跟她在辦案的過程當中 又發現了一些所謂的人性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部電影其實有帶一些 黑色幽默的東西在裡面 我覺得它有別於現在台灣的電影 然後有不一樣的風格 所以其實我還蠻 就是可以推薦大家 進去電影院裡面 然後來看看這樣